蔡英立委選舉 然後又賣房子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我想先解釋一下 賣房子這件事情 因為 現在對於國民黨來講 不斷地幫侯爾宜造勢 只能顧本 但是沒辦法開源 這個藍白河 其實是人民希望合 但是這個沒人是誰 這個沒人叫民進黨 郭正亮建議你加入民眾黨 這個選項你有考慮過嗎 某些人是根據不同的議題 他來做一個決定 所以政黨的堡壘正在崩塌 要支持柯涵沛嗎 柯涵沛那個基本上 現在目前看起來不可能 侯涵沛反而有可能 賴蕭沛是已經成型了嗎 只能說大家就敬請期待了 考一個果然是考一個 他講了半天什麼也沒講 那賴蕭我們節目幹什麼呢 歡迎收看鄉民大學問 大家認不出來我是誰的 我就是閃鈴斐 不肥 Freddy Yeah 今天為什麼用這種裝置辦來呢 因為我不是要大港開唱 也不是要炫耀我的樂團 因為今天有美人節要上節目了 身為中正萬華區的立委 一定要過來熱鬧一下 我擔任立法委員之後呢 閃鈴樂團轉為低調的運作 直到今年3月才推出 謝國山的這個新歌 結果立刻護國山 你看我連自己的新歌都講不清楚了 可見我多久沒回樂團了 但是不要緊就是護國山 那麼立刻被英國的雜誌選為全球十大重金屬的新曲 還獲得了德國慕尼黑音樂影片的大獎 Yeah 我很高興 這個壯闊的高雄港 緊了也入境了 所以說希望全球觀眾 都能夠看到美麗台灣 Yeah 我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從來沒有這麼吼叫過 但是今天因為余美人節要來 我當然要這樣吼叫一下 好不多說 趕快介紹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就是已經開始賣房選立委的 余美人美人節 嗨 你好 我這個不曉得應該是要叫你是接棒人 還是你要來搶我的地位 因為我已經不選了 我已經宣佈不選了 我不會搶你那個閃靈樂團的地位 講得太好了 你看果然政治人物他就是要搶 立委的地位 恭喜美人節 謝謝 第二位跟我一樣帥的政治評論員 黃偉翰 好 這個各位鄉民大學院的網友 今天有Freddy 也有美人節 他們兩個有共通特性 哎呦 因為現在中正萬華立委就是Freddy 因為美人節就選中正萬華 所以是中正萬華 沒起來 啊 這個好 中正萬華沒起來 搞不好也是新歌的名字 好 那第三位介紹是民進黨國際 國際部的主任 趙怡翔議員 嗨 就是唱歌這一段 所以應該不會有 唱歌 但唱歌只有吼的 所以沒有差 不要試吼啊 好 謝謝 歡迎這個趙怡翔 好 那另外一位來賓呢 是我們高年級的實習生 很久沒看到 Liz哥 嘿 大家好 我動作是蜘蛛人 蜘蛛人 噓噓噓噓噓噓 好 再來介紹我們今天的大學生 人氣很高的台大甜心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拜拜 好 下一位是我們 東吳妹妹政治系的Chris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Chris 以及我們的實踐大學 財經系的阿浩 大家好 我是阿浩 因為我們大學生在面對鏡頭 是不該伺候 不要緊 我們待會發揮你們的潛能 好好的問一下特別來賓 那麼今天的班長是 白白 白白啊 這個期中考上個禮拜缺席 但是他為了期中考 過來是浩先生 好 那你們幫我們告一下 NOW NEWS的AI主播 女貞 透過大數據分析的新聞有哪些 好的 謝謝AI主播 女貞為我們整理的結果 那本週度討論最高的新聞有 第一則 選到底 郭台銘清交連署書 為透露數量 第二則新聞是關於藍白河 藍白河掀牌 科諸侯密會後 侯偶遺下達最後的通牒 說柯文哲本週一定要給出答案 最後一則新聞是關於柯文哲 柯文哲說 誰贈誰負都能接受 與藍營就算不合也不會是敵人 好 這就是我們透過大數據 所說的重要的新聞 而且侯友宜也下通牒了 火車過戰就不等人 那就不要等人嘛 反正火車那麼多戰 基隆八度 七度 五度 汐止 南港 松山 跳 萬華板橋 這個一定要贊助一下美人姐 好 美人姐 你覺得藍白河現在怎麼樣 你怎麼看 藍白河這個戲碼現在還在上演 還在上演 第31集還沒有出來 31集 就是我說最終的 最終的版本還沒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就所有的民調都顯示 說藍白河 那麼目前的三個候選人 三黨的候選人都可以站著選 那如果藍白不合 那三個都躺著選 躺著選 那一定是賴清德當選 我只能說三個都等於是躺著選 對不對 躺著選 我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對不對 好像新頭殼民調今天出來 竟然柯文哲領先賴清德 不可能 不可能 亂頭殼 壞頭殼的民調 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就是說事實上藍跟白是兩個根源 DNA很不同的一個政黨 硬要合在一起其實難度本來就很高 那今年特別的是其實是人民要他們合 那所以他們其實是彼此也都很為難 那你要知道 古壽的這個所謂的合呢 他要父母之命 要梅壽之言 梅是男方的介紹人 壽是女方的介紹人 所以通常是要有兩邊的這個介紹人 來這個撮合 那現在他們兩個直接這樣面對 就少了中間這個 所以本來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我們還是可以給他最後的一個時間 因為戲碼還沒有走到最後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人民的期待 因為人民沒有組織 那人民希望能夠有一個好的團隊 新的團隊 有能力的 能夠為這個有效率的執政團隊 人民想要改變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這個期待 對 期待這樣的一個組合 希望能夠有政黨輪替 所以我們希望不管藍白合還是不合 明年都是讓人民是最大的贏家 這個才是我們比較關心的 美人姐太厲害了 為人民著想 而且他剛剛說的沒人 其實就是民眾 民眾竟然要求60%他們合 那美人姐 朱立倫跟柯文哲已經推出四個共識了 其中一條就是立委席次上 雙方相互資源 將席次最大化 那上次藍白不合呢 讓我臨場久 我就當選 這次藍白如果合 那你是無黨籍參選 那能夠吸引中間的選民嗎 而且郭正亮建議你加入民眾黨 這個選項你有考慮過嗎 我們先來想一想中間選民 是一個簡稱對不對 那因為他其實就是 應該講說 他不是用政黨來分他叫做中間 他某些人淺綠 有些人淺藍 而且他某些人是根據不同的議題 他來做一個決定 所以政黨的堡壘正在崩塌 所以今年可以看得出來 我想維漢也知道 這個不表態的比例非常的一個高 OK 所以我們不會用這樣子看說 對誰有利對誰不利 這必須問中正萬華選區的選民 你們希望余美人出來代表你們嗎 如果最多數的選民希望余美人出來代表你們 那我就是最有利的對不對 我是這樣子來看待這個事情 所以我認為中正萬華是有情有義還有光的地方 所以余美人進來之後 我希望能夠點亮中正萬華 對未來美好世界光亮的盼望 好太好了 在這邊宣讀對人民的期許 我相信真正好的立委就是這樣的人 等一下他一整集到這樣講 我當然要這樣講 因為我化成這個狀況 因為他是Rocker Saturday Friday 這中間也有音樂停的時候 你可以正常講話嗎 沒有音樂 從頭到尾都沒音樂 維漢 因為我要買版權 對 因為要唱兩句的話 完全我們的節目受不了 好維漢 那你怎麼看美人姐要加入民眾黨 要不要加入 沒有 美人姐她已經講過了 無黨籍 我是一個獨立才對 但是剛剛我不知道Freddy這麼關注郭真亮 郭真亮講你都知道 你有沒有聽到的 我有看 這段節目 我不想唱歌 不是 因為我是立委 我要關心政治 這個我們進到 因為既然我們Freddy Cue我以後 我就馬上跟大家Rock一下 對不對 中正萬華是這樣 過去的八年都是林昌佐當選 那林昌佐當選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因為他Rocker 第二個就是因為國民黨票輸給他 那國民黨的票輸給他 其中在2020年 也就是三年多快四年前的時候 其實有個徐立信 他並沒有代表民眾黨選議員 可是他在地方是跟柯文哲相近 而且做法律的選民服務 非常扎實的一個議員 他拿兩萬多票 可是他拿兩萬多票 林昌佐贏這個 這個林昌佐不到一萬票 所以如果徐立信沒選的話 大家想說那會不會四年前 其實林昌佐就贏了 那同樣的狀況我們把它搬到2024明年 也就是七十幾天之後的1月13號 那如果美人姐 他就是四年前的那個 柯文哲支持的徐立信 因為現在民眾黨是支持美人姐 這是公開講的 公開講 對啊 美人姐其實你有後盾的 民眾黨支持于美人 可是民眾黨支持于美人 這個情形 沒有阻止最後國民黨推了半天 因為國民黨 台北市八區 中正萬華 原本大家以為是不推了 來我舉個例子 台中的第一選區 萬中選一蔡壁如 上次有來我們節目 有 台中的那個選區 國民黨沒有提人 所以國民黨支持者在盧秀燕 在以後侯友宜 或是朱立倫的 我們就支持蔡壁如 藍營選民可能真的會 某種程度集中投給蔡壁如 那如果 郭正的意思是說 如果 這個美人姐早點加入 或者是他決定加入民眾黨的話 那民眾黨大可以告訴國民黨 這一區反正裡面不要提了 那就藍白都投給于美人 就有可能贏過吳佩毅 可是現在是國民黨已經提了鍾小平 雖然他那一部 不一定每個國民黨的支持 都支持鍾小平 他也有一些紛爭 可是美人姐又代表這個 就無黨籍 民眾黨又沒有提人 然後呢 民進黨又有吳佩毅 而且吳佩毅呢 你今天主持完後 你還要再去幫吳佩毅站台 對不對 啊 對不對 沒錯 主持節目跟站台 兩回事 菲迪 挺佩毅 好 OK 那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吳佩毅當選機率就比較高啦 不然我們等一下問一下 我們台北市議員對不對 Vincent 對不對 他就會告訴你 吳佩毅會贏 欸 這個薇豪 你講的這個分析 美人姐的這個選情分析的很詳細 但是我們歷史哥 他也不是閃油來燈 他每天做廣播節目 今天請假特別愛上我的節目 Yeah 你要不要加入閃屏 好歷史哥 你看起來也有話要講 那藍白河跟宇美人要不要加入民政黨 你也有評論 我想聽你的評論 因為第一個 這一區就變成藍白不合 藍白不合 因為鍾小平 事實上這一區更慘的是什麼 這一區本來就綠的優勢區 Freddy在這邊 已經造了很久了 是 但是問題是藍內部就先不合啦 你看鍾小平當時出現 哇 這麼多一大堆紛爭 然後大家各串各的頭 那現在鍾小平連藍內河都做不到 那更何況藍白河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這一區來講 就是對於在野黨其實是蠻艱困的 而且再來吳佩儀 再怎麼說 他是小嬰女孩 這個當時 我剛才在開播前的時候 跟美人姐在聊的時候 他說吳佩儀厲害了 他施展了魔法你知道嗎 不只Freddy有重金屬魔法 這個他有重金魔法 為什麼呢 因為吳佩儀一宣布參選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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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砰 那天我開車剛好路過萬華的時候 哇這個到處都是吳佩儀的頭 終於呢在萬綠當中 找到美人姐的砰砰小小一個 唉這沒辦法 大家知道這個資源 然後整個結構 目前來講這一區確實是不容易 但是 但是 但是來了 客誰 我們死 台灣人罪台灣客誰對不對 所以現階段 如果民進黨沒有對當年說 萬華斯破口這件事情 進行所謂的檢討反省 那現在結果是什麼 因為如果真的可以繼續選下去 如果說 當年萬華的事情真的被原諒的話 那Feddy你就連任了 就連任了 對啊 那你現在回去當什麼Rocker 回去當蜘蛛人就好 連在一起 不是 我是要真正想選政治人物 這個唱歌擺一邊 政治人物擺中間 所以其實結論是這樣 就是說 暗潮是有湧動 但是現在問題在於說 人民沒有組織 剛剛美人姐有講 人民沒有組織 人民需要透過政治人物來組織 這一點很重要 很多人說 哎呀 你們台灣現在 有沒有賴清德 對不對 這個初到極巔峰 到現在民調躺平中 但問題就在於說 怎麼打不敗賴清德 原因很簡單 因為現在能夠打敗 他的力量是分了好幾股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 還是有個觀察的關鍵 就是說 如果今天民進黨在 中正萬華區 其實那股暗潮湧動 有一個人可以整合起來 或者是 明顯超過的時候 那這樣人民有一個選擇 所以現在其實是這樣 就是美人姐能不能夠顯著的 這個 贏過鍾小平的聲勢 那最後有可能會發生主動氣罰 對 那這樣 肥底你的江山 就完蛋了 我沒有要選 其實我是很冷靜看待這個選局的 而且余美人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曾經開創的時候 他也擔任主持人 但是呸 又是我通膽同志 怎麼辦 兩箱中間 我知道 躲起來 躲起來 躲起來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不是 我是默默的支持大家 心中想要選的立委 好不好 那你想 你是口一哥 你對台美關係最有研究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接受受訪時 首度明確 這個 談這個副手的議題 當談到駐美代表 蕭美琴是否為副手 優先 優先的名單之上 賴清德說 你可以這樣講 那就表示肯定了 那個賴蕭沛是已經成型了嗎 那你有蕭美琴大使跟你談過這件事嗎 為什麼不能參與中正萬華這快樂的話題 要討論到中正萬華 你也可以談一下 你可以談一下 好 我講一下 因為我還是要講一下中正萬華 我覺得中正萬華超有趣的 沒有 真的真的很有趣 不是 影響你還沒開啟你的手勢 手勢 對不起 手勢出來才可以連結 為什麼我今天一定要討論到中正萬華 因為我們要討論到台灣的選舉 中正萬華就縮影 真的就縮影 今天你有藍綠的問題 但是你有一個第三黨出來的候選 而且民調也不低 所以我們看中正萬華 就會看到全台灣的選情 但我今天要講一個重點 重點是什麼 其實今天你看到全國來說 藍綠的分裂嘛 對不對 包括當時有很多人對侯友宜 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事實上你在地方上 鍾小平也是 包括自己國民黨 在中正萬華的議員 應曉威曾經也說過 他並不是非常支持 這個鍾小平的一個狀況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藍綠的分裂 造成這個美人姐有一個機會出來 那美人姐我也開了外掛 其實事實上我也偷偷看了一下 一些民調 那在民調的部分 其實美人姐其實也蠻強的 真的蠻強的 真的蠻強的 太好了 因為他其實抓到很多 過去屬於非政治類型的一個票員 那包括藍綠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認為說氣保效應 對不對 投美人姐好像比較有機會 可以推翻菲迪您本人 不是推翻我是不選的 大家的意思是所在 但是這個是忠忠好 我覺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我覺得在全國選情來說 真的這個副總統的人權 應該是接下來大家關注的重點 我相信 各政黨應該都會拉到最後一刻 因為現在是11月下旬 大家才要做一個正式的登記 那11月下旬前 我相信我們大概陸續會看到 包括民眾黨國民黨 包括民進黨在內都會公布這一點 但是公布前 我相信大家也都會看到 另外一件事就是保密到家 為什麼 因為這個大概是選舉前 最後一波大型的宣傳 就是說今天你要 如果要塑造輿論的氣氛 如果要塑造大家的一個新鮮感 如果要塑造大家對於 這個可能副總統人權的一個好奇 你就是要一口氣全部去弄 所以今天我覺得各政黨 都不會讓這件事情外流 而且會保密到家的原因在內 所以其實賴清德 我認為你看他的說詞 他其實說得很保守 他其實也不是講小美琴 他說會有六個人選 男男女女都有對不對 包括小美琴在內 包括鄭麗君在內 但是也有其他人 大家可能沒有想過了 至於最後會是誰 只能說大家就敬請期待了 好 口一個果然是口一個 他講了半天 什麼也沒講 我已經變深了對不對 問你小美琴到底是 賴蕭培 他說都有可能保密到最佳 那你來上我們節目幹什麼呢 沒有意思 我自己離開 不是 你要問他說 因為他也是個議員 他也必須維持黨內的運作 才不能怪罪他 好 那我要問一下 這個問誰 維培 你針對媒體關注藍白河 最新的狀況 賴清德竟然說空 一個字 空有兩種意思 一種就是藍白不可能河 那叫空 一種空就是藍白河 也不可能贏賴清德 這也是空 那這個他後續的競選活動 他說不會有任何影響 那還加碼說今天藍白之所以不河 顯示不管藍或白 都不是台灣的主流名義 Yeah 那更像是聯合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為什麼賴清德會這麼篤定 看待藍白河的未來 好 今天這個因為是Freddy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定要多加一點 所以我本來有跟大家分析 空的兩種形態 今天我們在鄉民大學 要多一種形態 多一種形態 ソーラのカタ 好不好 所以其實他講空 不是RUソーラ 不是蒼井空 講的是那個空 也就是空空如也的空 第一個空是藍白河 因為他還手指天空 我只有一句話 其實他只講了一個字 那就是 空 空 你們兩個都空空 搞了半天根本不會合啊 那不是藍白河 侯科配 柯侯配 一場空 了解 第二種空 原來賴清德是講到自己了 通常我講完 日本的國寶歌手 美空 你卻 美出來了 蕭美琴出來了 大家從我們節目就可以知道 蕭美琴有可能不上台面 好好好 謝謝 這是第一個空 第二個空是 那我就看你們怎麼合 合就合嘛 沒有你怕這樣 就算合成一組 然後郭台銘 當然他應該是過關了 但如果不遞見我怎麼樣 不管 一對一我也要贏 所以即使你們能合 侯科能配 柯侯能配 最後我是贏的 我才是當選人 你們終究一場空 那第三總空 其實他在內文有講到 大家沒有理解到 他說身為總統參選人 我已經負責任的提出了很多政見 他意思是說你們兩個都沒你說這個 其實柯文哲是有 侯友也有 可是媒體有沒有報導 還真沒有 過去的這一個月都在報導藍白河 所以就是關注重點不在於政見的提出上 那這個賴慶德提出了七場的希望工程 他一場一場在那邊開起子會 每天在總部那邊開 所以他意思說 我很認真的在為當總統以後的國政做準備 也推論述 你們兩個都沒有 所以你們論述是空的 所以以上三個 空的三種形態 這就是賴慶德他要跟他直球對決 但是我要講政治分析 他也必須這麼做了 因為等一下下一段跟大家講民調 賴慶德明顯在過去這個月狂跌 很明顯的下跌 那也就是因為排擠效應 因為今天我們三個位置 美恩姐我跟Vinton坐在這邊以後 已經沒有空的位置了 所以葉原汁就坐不進來了 對不對 因為已經三個坐滿了嘛 對不對 所以當媒體都來報告 是葉原汁沒有發他通告 他根本就空到你 因為葉原汁踩踩踩踩踩 OK好那沒關係 那因為藍白合了以後 他要跟他一對一對決 他不能在這個時候繼續往下滑 他要止住他的停損 不要在新聞上即使你再吵 因為還有今天11月2號還可以再吵18天 對不對誰知道 所以他要進入到戰局 他決定參戰 你們藍白再合不合 再什麼拉鐵門進進出出 怎麼樣不管了 反正我就直接嗆你們不會贏 嗆你們不會合 嗆你們合了也不會贏我 所以他就等於也進到這個戰場當中的話 新聞報導就不會都沒有賴清德 因為沒有新聞報導 沒有被提這件事情是很危險的 以前阿扁在國會有三幾個助理 他們每天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老闆明天要上報 不管是國防委員會 不管是司法委員會 不管是吵架 不管是被吵 都一定要上報 因為天天上報就是政治人物的 最重要的曝光度 那賴清德不能在藍白盒的議題當中 被施交被放空 所以他直接對決藍白盒 明明都是空 所以他要拉回這個戰局 否則明明要再跌的話就很危險 好 謝謝 謝謝韋翰的分析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難道是要到佛家的講法嗎 好像也不大可能 佛家的講法大家都不要選 就好了 好 那歷史哥 是 歷史哥 你侯友宜 侯友宜在高雄鳳山舉辦 首場肇事晚會 但是郭正亮觀察到說 國民黨應該是有點懊惱 就是韓國瑜全力支持侯友宜 可是為什麼民調 侯友宜的民調 還是增加了那麼少 那韓本是不是還沒有加入呢 還是說如柯文哲所說的 這是國家機密 柯韓沛才是至勝的關鍵 因為他是police officer 不是Rocker 不是Rocker 不是Rocker這樣就沒有High感 沒有High感的時候 你現在再也有兩組以上的話 沒有High起來 Rub起來的時候 民調自然上不來 不過我們來做個分析 因為我們知道 柯文哲說過 這個國家機密是什麼 是柯韓沛 為什麼呢 因為票多的贏 票少的輸 為什麼呢 這也是韓國瑜的資訊 對 因為韓國瑜掌握的是 上一個世代的 至少是比我們 大概六年級以前的這個世代 很大量的一個熱情的支持者 柯文哲所掌握的呢 是七年級以下 就我們太陽花在往下 以下這個世代的 年輕的熱情的支持者 所以這兩個熱情之間 碰在一起的時候 火花一蹦起來 那就是火山爆發 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現在對於國民黨來講 不斷的幫侯偉宜造勢 只能這樣 只能顧本 但是沒辦法開源 那這個呢 就變成說 人家說再強的RL 也帶不動豬隊友 不是說韓國瑜是豬隊友 而是他是個不熱情的隊友 因為他的人格特質 是這樣子展現 所以現在對於國民黨來講 他的繼續造勢是保持熱度 另外一個呢 是保留怎樣 跟柯文哲談判的 一個基本的籌碼 也就是說讓柯文哲知道說 你看喔 你有熱情的粉絲沒有錯 但我也有熱情的粉絲 雖然我們世代不一樣 這個是一個差別 那因為現階段 大家很氣啊有沒有 比如說最近賴清德 已經選到一個 他一開始問魔鏡了 你知道嗎 魔鏡 魔鏡啊魔鏡 請問誰最不想要下架 誰最想要下架民進黨 嘿嘿嘿是誰呢 誰 是中國共產黨 但是其實再問魔鏡 魔鏡啊魔鏡 誰最害怕藍白河 誰最害怕民進黨下架 嘿嘿嘿是誰 是賴清德 賴清德已經把答案寫在反面了 今天只要在野整合就會過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 現在國民黨的懊惱 其實答案也就呈現在 這一段時間 明明兩個是什麼 還沒同床就先異夢 那現在兩個異夢 為什麼要同床呢 為什麼要被逼著要進洞房呢 答案很簡單 因為老百姓的期待 就寫在這個上面 現在老百姓 這個非常的焦躁感 我覺得剛剛美人姐講得很好 對不對 這個沒錯之言 缺了一個什麼 缺了一點潤滑劑 沒跟錯在哪裡 像是硬碰硬 這個我也擔心談夢 所以你說做夢 是民眾夢遺的嗎 夢想落空遺忘 所以絲絲黏黏的 要如何黏在一起 這就是關鍵 好 歷史歌 果然是歷史歌 是美人姐你補充一下 Fredy大哥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剛才 因為剛上這個節目 還不知道這個節目的節奏 長這樣 所以我稍微適應了一下這樣 我剛剛特別提說 這個要有 結合要有沒人對不對 那歷史歌幫我補充的 就是說這個藍白河 其實是人民希望合 但是這個沒人是誰 這個沒人叫民進黨 他過去七年的施政 讓人民那麼的失望 所以其實最大的沒人是民進黨 是民進黨逼了這樣子的一個 必須在野 弱勢的兩個在野黨要合起來 能夠代表人民 所以其實在這一局裡面 民進黨也沒有缺席 因為他就是最大的沒人 所以你想想看在人民意識沒有被 這個充分的使用 或者是說充分的保有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很多奇奇怪怪的政務官 那這些政務官的出現 都是讓這個藍白河的這個 這個引力又更加的一個緊密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陳其中 未來現在最近的這個王美花 還有所謂的這個唐鳳 還有這個薛瑞源 那這些都是讓人民覺得 怎麼會有這些政務官 他在這樣的一個作為裡面 沒有被好好的這個檢視 我想這個都是媒合 就是媒人的力量在這裡 好 謝謝雲美人 美人姐其實平常都在做公益 照顧弱勢 這是我在中正萬華區看到的 我不能不幫他說話 雖然我是支持民進黨的 但是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我要說的就是長期照顧弱勢 而且他以前是綠營的這個廣播電台 他非常的有說服力 好 我僅供這兩點 大家參考 好Chris Chris你好像有問題要問特別來賓 有 我想問美人節是說 因為我在網路上的新聞底下留言 還有一些民調的結果 就是那種街訪民調 那大部分的人他們說他們不希望 就是不支持你選舉的原因 是因為你沒有從政經驗這樣 那我自己因為我自己有做一些功課 所以我知道你有一個弱勢關懷協會 那我也知道您投入中正萬華這個選戰的目的 是小編的故事嗎對不對 是助理或是小編的故事這樣 那您覺得您要如何就是說服這些選民說 就算您沒有從政經驗 你還是可以做得很好 太好了 美人節大放其詞 好 謝謝 Chris OK 好 這是東吳的學妹 對 學姐好 美人節是東吳的 對 我是東吳 你可能你處境沒有他好 他一個月零用錢就五萬塊 你那時候很堪苦了 這麼多啊 不然你待會私底下問他 好 那麼我必須先讚美一下Chris 因為他是有準備的 他對問題是 他不是隨便問便宜問 他是有準備而來 對有準備而來的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我都是給予肯定跟讚美 那你剛剛講說這個從政的經驗 其實從1993年 我甚至於當時是做地下電台的主持人 我對社會議題就非常的有關注 有自己的看法 那我也必須說 當時年輕的我這個 也許有一些想法是很青澀的 可是隨著我一直對社會議題 對政治的關注 我從來都沒有淡忘過 或者說我都一直積極的在關注 跟我後來主持國民大會的這個節目 也都是跟政治議題有關 所以在這個社會議題 政治議題的關心上面 我是沒有落下過的 那麼但是我認為說 其實我們對認識問題 跟解決問題的這個能力 我是一直在累積的 的確在政治事務上面 可能不是那麼的這個顯熟 但是認識問題 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一直在累積 那這個是我非常可以肯定的 告訴你的一個答案 謝謝美人姐 那就是大概在7月9號的時候 我記得就是民眾黨的前副市長 黃珊珊她有替您站台嗎 那因為我們在選舉過程中 母雞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您會希望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幫您站台嗎 我非常的這個榮幸 如果阿伯可以來幫我站台 我是非常的一個歡迎 那如果到時候還有其他的政黨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 我也希望他們可以來為我站台 那麼我的態度是開放的 因為我特別要講的就是說 我希望他們來幫我站台 是因為我的做對了一些事情 或者我的一些言論 我的論點得到他們的認同 那這樣子來幫我站台 我覺得那給我的鼓勵 是非常非常的飽滿的 那獨立參選人 其實你剛剛講母雞小雞的問題 獨立參選人最大的力量就來自於人民 所以就是可以號召人民 那我在想如果中正萬華的選民 如果能夠在市場 在青年公園對不對 在中正經典堂 在任何雙和市場 在任何一個角落 選民為我多說兩句好話 那都是為我站台 所以我的舞台不是只有那個舞台 我的舞台是這麼的大 是整個選區的舞台 我是這樣看待這個世界 太好了 美人姐有情有義 為什麼 還有光 有光 光照到我們心頭 可以說散發大量的光芒 可以鋪照大地 而且美人姐是有情有義 因為去年11月25號 黃珊珊在肇事晚會上 神秘嘉賓就是 與美人 她講出了社會的議題 講出一個媽媽 對社會的關心 這個我都有在現場 你看看我對政治是不是非常了解 那天你沒有喔 Freddy 我在旁邊看電視 我看到神秘嘉賓竟然是 美人姐 她是不是要從政啊 我只有那個 但是美人姐 真的是很關心社會議題 關心從一個媽媽的角度 來關心大家的日常生活 好 阿浩 你有什麼問題 要問現場來賓 我想問美人姐 就是 因為會知道 美人姐有參與政治 是因為前天總統大選 然後美人姐有幫宋徐住選 那現在自己從住選者的角色 到自己出來選立委 就是有什麼契機 然後也好奇 因為前面有人提到 因為參與立委選舉 然後有賣房子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我想先解釋一下 賣房子這件事情 因為那天是在一個 紅人榜的最後一集 超級紅人榜的最後一集 所以來的都是影劇記者 所以有時候這個話講太快了 其實事情不是這樣子的連結 那麼賣房子是之前的事情 所以跟這個事實是沒有關係的 我先解釋一下 那麼你第一題是什麼 就是從住選的角色 你陳青幫宋徐住選 你也算是半個政治人物了 為什麼要參加這次的立委選舉 我必須說這個契機 它絕對是累積跟堆疊的 它不會是突然之間 有一天你睡醒靈光乍現 就決定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從政是一個 非常非常需要慎重考慮的一個事情 那你剛剛講說 幫親民黨當發言人 那個時刻有沒有影響 我相信是有的 因為那是我最近距離的 跟政治比較核心的一個接觸 當時我的前老闆余香 我們這樣子一個跑下來之後 我們也上了很多的課 當時給我們一些很多的一些指導 那我們兩個突然就覺得 尤其是余香告訴我 他說美人 你有沒有覺得 政治才是最大的公益 我覺得那句話 給我很大的一個感受 就像剛剛Chris說 他在網路上面查到很多 我做了很多的公益 關懷弱勢 關懷弱勢 對 我們做的都是15年8年這樣子的長期 可是後來就發現說 如果政治才是最大的公益 一個好的政策可以救人無數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這個 不是為什麼不要 是我應該更勇敢的去挑戰 更大的公共責任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健保使用的這麼的一個安心 如果當年沒有健保政策 我們如今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一個好的政策 它可以救人無數 這才是我決定 用獨立參選人來從事這個參選 最大最大的一個動力 我認為政治是最大的公益 好 政治是最大的公益 也就是韓國瑜講的 票高的人就贏了 贏了就有權力 就可以行使這些 我們該執行的這個政策 拜拜 來 你其中考考完了嗎 考完考完 你考得好不好 還不錯 還不錯 所以你今天坐在這裡 那你有什麼問題要問現場來賓 我想請問宜翔哥 因為目前看起來綠營普遍認為 藍白不會合 但是這樣這幾天的民調看起來 就是他們不管合不合一直這樣吵 都一定程度的維持了他們的熱度跟支持度 所以就是他們兩個人 不管是侯儀或是柯文哲 民調都有微幅上升 就只有賴清德不爭反將 所以想請問 黨內內部怎麼看這件事情 或是怎麼應對 以及您本人認為這件事情要怎麼處理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 我們看到政黨之間的合作 其實是比較少出現在台灣 因為台灣是屬於一個半總統的體制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過去 大概只有兩大黨還有一些小黨 但是我覺得歐洲跟其他國家 比較普遍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政黨 基於不同的理念跟政策願景 基於一些合作的一些概念所在 所以但是我覺得比較 這個國外跟國內之間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是 如果你去看歐洲 歐洲其實最近包括很多的國家 都有進行改選 他們組成了很多很多政黨出來 他們會鑑於說不同政策 跟政治的理念之間的一些結合 包括我對於房屋概念是什麼 我對於說稅移的概念是什麼 我是屬於保守或自由派等等 然後大家要做一個理念結合 然後才去推動一個聯合政府 很少會遇到現在台灣的狀況 就是說我今天其實幾乎 除了政治分贓之外沒有太多的一個結合點 我只是今天在討論說 到底誰要去當總統 誰要當副總統 誰要當行政院長 但至於要推動什麼樣的政策 是沒有非常強大的共識的 然後去討論這樣子的一個政黨合作 所以我覺得這是台灣的一個特性 我覺得也會造成很多我自己所遇到的民眾 因為我自己也是在深藍的選區當中的生存 所以會遇到很多深藍的民眾 很多深藍的民眾 我會說他不支持我 也不支持民進黨 但他看到現在藍綠 藍白 每天針對誰要做什麼位置 誰要當法務部長 誰要做什麼 目前沒有討論到Freddy了 Freddy Freddy應該是當這個 我當樂團主唱 文化部長 因為現在已經討論到 法務部長很多部門 但是大家會對於說 今天你只有討論到部門的分章 政治權利的分章 而不是理念的結合 大家我覺得會覺得相對的蠻失望的 好 這是政治體制的運作 等一下 那個菲蒂哥 今天在現場有可能當立法院長的時候 美人姐 你不是說你以為啊 美人姐 有很多人問我說 美人姐 你如果當選進立法院 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要做立法院長 選立法院長 選立法院長 是不是 對不對 沒錯吧 我們來鼓勵一下對不對 去 選出立法院院長 沒有錯吧 對啊 第一天當天就要 二月一號那一天就要 二月一號 對 好 那我們預約出 美人姐高票當選 佩毅也高票當選 兩人好好競爭 我堅守我黨員的這個職責 但是我私下看到美人姐的作為 我很忠心的佩服他 好 影響 那郭台銘這個富士康啊 被對岸查稅查用地 他沉默了十天 才公開活動 那郭台銘昨天送出了連署書 但是檢調偵辦連署這個會選啊 可以說是史上最大動作 那如果真的選舉這個會選的話 他參加選舉他會變成抗中保台的 極先鋒和司法迫害 搶去這個雙話語權嗎 就是民進黨會怕這個 郭台銘搶去這個雙話語權嗎 那會擔心這個情況發生嗎 我先講 因為問不到菲利有沒有 這個鴻海的股票 我 我不能講 因為其實你財產申報 你應該就可以查到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鴻海的股市 好像已經蒸發一千兩百多億了 所以確實是很大的一個影響 但其實今天中國 我覺得他已經表達非常清楚了 今天他查稅就是希望你這個 郭大銘退選吧 他簡單說就這樣 國台判前幾天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先講什麼 他先講說我們其實都是依法 這個實施 包括這是正常的執法行為 但是他加了一句第二句 你就知道 他們的依法跟正常 不是我們的依法跟正常 他加了第二句話說 台企應該承擔相當的一個社會責任 為推動兩岸發展 積極作用 積極有作為 所以因此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任何一個企業在中國 你就是應該要對於兩岸關係 有所負責 所以簡單說就是你郭台銘 我認為你現在你的參選 已經導致藍營的票持續的分化 我希望 我有部分希望是藍營可以當選 所以因此你郭台銘盡量退選 我的解讀是這樣 我相信很多人看這件事情 包括各國的外國學者交流 他們的解讀也都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換過頭來就是考驗 我們國內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郭台銘的政治我先說 跟我是完全分歧的 跟賴清德爾也是完全分歧的 但是針對這件事情 賴清德爾是話說最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有一個基本概念 今天即便我們完全不認同他的意見 但是仍然我們要適死的去捍衛他的發言權 我覺得這是民族社會的一個基本概念 我即便我認為郭台銘當選維持台灣的災難 但是我還是一定要捍衛他的參選 因為如果沒有捍衛他的參選的話 我們就不是一個民族社會了 所以今天很遺憾的是 郭毅針對事情他說 兩岸應該要多溝通這個交流 柯文哲就說 中國應該出面說明 這都是空的 只有賴清德針對這件事情說 中國你要珍惜我們的台商 我們台商其實也貢獻了 中國非常多的經濟成長 那台商對他的施壓 對他的政治理念上的一個表態上的施壓 這個都是不該做的事情 所以因此我們應該要尊重台灣的民主 尊重台灣的自由選舉 甚至於什麼 甚至於他在作為上 說我們要減少對於中國的一個經濟的依賴 讓中國不再有機會 進行對台灣以上逼正的行為 好 謝謝口衣哥 賴清德只能說他非常的聰明 因為這個議題打擊台商 是全民所不願意樂見的 所以說這個話題講出來 沒有人敢反駁反倒是 藍白他們不敢表態 耶 歷史哥 等一下 他沒有人在Cue 他要幫你 幫你休息一下 我擔心肥底 你這場結束之後會先斷氣 我可有可能 歷史哥 你有什麼問題 要請挑戰現場來賓 我非常同意伊翔剛才的說法 但是有一個先決條件是 那民進黨可不可以不要再打壓 我們國內的言論自由了 這是很關鍵的 因為你看前幾天 有一個大叔在那邊等紅綠燈的時候 紅營車燈 結果總統的車子就過了 結果他等太久堵欄 比了一個會打馬賽克的 結果馬上被警察關注 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 這個賴主席 他這一次他這個議題非常的好 我們也希望降低 所謂對對岸的依賴 因為這個不要裝在同一個籃子裡 可是問題是 就在蔡英文任內 我們創下對中國最高依賴 43%是44% 沒有 現在已經掉到36% 沒有 因為那是現在是怎樣 因為是美國的禁令 把這個高科技打到 你看NVIDIA的老闆黃倫勳 哇 滿街世界跑 那個是因為被美國K了一擊 所以如果今天沒有美國K一擊的話 那事實上的話 我們對大陸的依賴是更高的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言論只有你看動不動 就連筆格宗旨都會被關切 像這種事情 其實反而需要賴主席出來發聲說 我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我應該對這個表態 甚至我作為一個執政黨黨主席 我作為一個副總統 我應該對這個做表態說 希望警察尊重老百姓發生的權益 雖然這個人比這個宗旨 是很粗暴的 沒有錯 這我認為不好 因為畢竟在公共廠 但這也是他發聲的權利 那另外一個就是 上次賴神也被資深記者質疑說 奇怪現在要訪問你好難 都找不到 那不就跟蔡英文總統一樣 700多天才出來受訪 那應該以民進黨以身作則 所以我剛才說 我非常認同影響的說法 應該要充分的 讓我們有更多言論自由權 不要像對岸有一些 雖然是合法 他們說依法行政辦理 但是事實上有政治的意涵在裡面 我覺得這樣不好 我可以回答 這個是新店的那個案子嗎 你說那個 比宗旨的一個 他講的是那個 松子部總統車隊那個 對 總統還沒坐在裡面 因為我看到新店也有類似 好像比宗旨的馬賽克案子 但是我說全國都有 但事實上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就是沒有 我說在我記得台北市議會 我下個禮拜 就針對這個警政衛生做質詢 警察相關的一個執法作為 當然是市議員也要去督導的 讚 讚 真的 歷史哥 歷史哥你終於看到 孔一哥的真面目了 他沒有再回答問題 我沒有 他推給地方制 不是 警察執法是地方政府 沒有 我們直接講句公道話 如果這個孔一哥他要質詢的話 一定要把台北市警局局長挑出來修理 怎麼可以阻止人民發生的權利對不對 我們期待影響下一次 反正我很常在這段節目遇到他 我們到時候我再問他 大家可以互相討論 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要怕 蔡英文都敢把中天關掉了 還有什麼不敢做 你確定你是Freddy嗎 我認定 你確定你不是Freddy假扮郭子乾嗎 不是 郭子乾是什麼東西 我是Freddy 我要最重要的要公佈民調 你要來分析民調 這個美麗島電子報公佈10月份 最新的民調顯示 投民進黨賴清德有33.7% 相較上次下滑了6.3% 而侯友宜柯文哲 就是小漲上升了2%多 那麼這結果顯示賴清德支持度 有明顯的變動 那這段時間會影響賴清德民調的原因 有哪些 好 那個我來快速大家看一下民調 這個外行的 看見到內行的看門道 最新的美麗島的國政民調 它這個是算 以每個月來算的 跟我們現在有時候會給大家看的 滾動式的三天一輪不一樣 那整個10月 因為現在已經進到11月2號了 2號我們錄影今天是2號 賴清德他跌了很多 那你看喔 如果郭台銘跟這個不選的話 如果他不選 又或者是他公開支持 又或者是搭檔 這9%會讓柯文哲超過賴清德 所以柯文哲現在目前是左右逢源 他既可以跟侯友宜合作 但看起來是斷線了 那他也可以跟郭台銘 合作方法很多 譬如說彼此相對友善 又或者是 我們這個不能亂講 我沒有要郭台銘董事長退選 只是他還沒有登記 那萬一他是說我的分數 有超過60萬 100萬 可是為了國家 我願意支持這個柯文哲 也不定讓他副手 公開講就好了 那這9%流過去柯文哲身上的話 那柯文哲不就超過賴清德了嗎 所以配搭還很多 每一個禮拜都在流動 你要注意關心鄉民大學問 好 謝謝韋翰的分析 大家有看這個節目 就知道精髓在哪裡 那麼媛媛姐 柯文哲說他尊重遊戲規則 他可以當副的 那你自己是支持柯侯配 還是柯寒配 還是柯郭配 那麼侯友宜 當政的會比較好嗎 哪個配對你會有加分 還是說你要跟我 菲迪配 菲迪配 我反正不選了 你能講講說不管怎麼配 不要吳怡配 吳佩奕 我可以講話了嗎 講 好 作為一個獨立參選人 我本來不應該愉悅獨立參選人的 這個所謂的範圍來談這個話題 但是我們的觀察就是說 現在這個執政黨 掌握了無上的權力跟行政資源 所以很明白的 今年這個總統選舉 是一個非常不對等的一個選舉 就是在野這邊的資源太小了 所以才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人民的一個期待 所以人民期待的是政黨輪替 只有政黨輪替不要讓腐敗繼續 希望政黨輪替讓國家有一次再生的機會 以上 好 這個就這麼簡單 你看看 這是全民之福 好 葛依哥 民進黨 民進黨最怕哪個配 你現在是要問歷史哥還是要 歷史哥 葛依哥 葛依哥 對 葛依哥 你是分析 你還好嗎 葛依哥 因為你民進黨現在躺著選 我們最怕哪個配 等一下我回答這個你會說我不回答的問題 因為我最怕其實就是 肥玉佩 肥玉佩 肥玉佩如果你們出來的話 你又可以搶到中間選民的票 可以搶到民進黨的票 當然會怕 沒有啦 我覺得他們要配不配 這是他們的決定 但是配不配 我覺得終究就是要對台灣人民負責 那至於民進黨怕誰 我覺得民調上確實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柯文哲現在是高一點 所以如果是柯文哲主導的話 我覺得下民調上 可能有所比較大的效益 好 這個也是有可能會有氣保效應 這在沙喀都或者士喀都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氣保效應 會不會成形 這也是我們民進黨最怕的 那美人姐 那這個歷史哥 不是現場朋友 年輕朋友 有沒有要挑戰 什麼呢 有沒有要問問題 有有有 Kris 我想問那個口譯哥 就是 剛剛不是有提到郭棟連署的事嗎 那近期民進黨的那個高雄的那個黨委嗎 他被爆出說他買那個就是 就是郭董的連署書 那民進黨內部怎麼看這件事 就是你們有要處理嗎 我覺得應該要 而且應該要嚴處這件事情 事實上 因為民進黨本來就已經下令說 郭台銘的參選跟連署 我們是不參與的 而且事實上也不該參與 那是他家的事情 我覺得民進黨本身 本來就不應該見鋒插針 而且甚至於是說 透過很奇怪的方式 去確保說好像郭台銘的聲勢 比他原本真實的狀況還高 我覺得這是對選舉有點扭曲的行為 所以事實上 民進黨第一個已經有處理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應該要嚴處 所以有人說就是是黨中央 就是希望他們這樣做 應該不是吧 就是 我老實說 我覺得現在我不是黨中央 或我個人 或是任何我所接觸人 大概沒有人認為說 郭台銘真的參選到底 所以如果就算你要去 花很多資源去幫助他的話 我說退一萬步 如果這些人說的是事實 我覺得最終也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 但是民進黨的立場其實很簡單 他的行為是他的行為 我們並沒有參與集中 對 好 問到最後 是不是黨中央變黨邊緣 他已經沒有參加決策了 沒有就是剛好看到新聞 他馬上就會到核心了 夏美晴回來要忙 他就馬上到核心了 核心又來了 莫西銘生 核心 核心 歷史哥 我做實習生 我今天問一下 就是說那有沒有要黨紀處分 黨紀處分 對 因為目前我查了一下新聞 好像還沒有看到黨 這是很嚴重 違反選霸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老實說 黨紀處分它是有一個程序在 對不對 包括有紀律委員會 包括等等 送 所以如果最後 他這個確實有違反到相關的程序 我認為第一個應該要黨紀處分 而且第二個應該要研判 讓其他人知道說 這件事情是不允許的 尤其是我 真的 如果你單純只是號召人去投票 或者是連署 我覺得是一回事 如果你真的有涉嫌到說 有收錢或其他的好處的話 這又是完全另外一個司法 你都變匯選了嘛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研辦 而且要去調查清楚 到底狀況是什麼 美人姐 你聽了現場來賓什麼 你有沒有挑戰 要問誰問題的 我看你要問口一哥了 你問偉愛 偉愛他不參加選舉 沒有 他沒有用 他要問Freddy 你要問我嗎 我可以代表問的 因為我不參加 你要問Freddy會不會站台 接下來幫英美人站台 站台太為難了 Freddy你會不會把你這票投給美人姐 我也回答 我要看藍白河最後的結果 怎麼樣 我多會回答這個官方的說法 玉美人姐 如果沒有問 讓白白問 好不好 你這個參與其中好像比較不好意思 這個立場比較不好 來 白白 你反正這個其中考考完了 其他不怕了 就算退學也無所謂 很高財生 我要問一下韋翰哥 就是因為韓國瑜開始幫侯儀站台 但是我覺得侯儀的民調 沒有很顯著的往上升 然後最近有學到一個東西叫 基本歸因論 就是我們會把那個 什麼論 基本歸因論 基本歸因論 就是我們會把行為人的行為 歸咎在他本身的個性 然後忽略他外在因素的影響 所以我想問的是 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大家都高過 韓國瑜的影響力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韓粉那麼瘋狂 是因為那個時候的氣氛使然 然後所以他現在其實可能沒有辦法 帶到那麼多的人出來投票 不過韓哥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今天的論述 基本歸因沒有論 基本歸因沒有論 沒有 大家並沒有看錯韓國瑜 韓國瑜他還是人氣魅力 非常高的一個政治人物 但是韓國瑜跟侯優儀的 他們等於是彼此的人格特色完全不同 侯優儀的魅力 我這樣公開講也不怕得罪人 跟韓國瑜比明顯不足 他現在目前看到台中廠 他跟民眾黨講說 你看我們人那麼多 我們是大黨 其實很多人講說 這樣就叫多 四年前你是不在台灣是不是 四年前韓國瑜的造勢 多到會嚇人 但也因為這樣子 可能物極必反 民進黨支持者更害怕說 人家賊得到 雖然民調好像他是落後的 會不會開出來他贏 所以反而更讓民進黨的支持者 集中投票 所以蔡總統才標出817萬 817萬寫在牆壁上 真的下一個總統參選人 很難超越了那個數字 817萬 所以剛才會講說 那個修憲要900多萬更難 OK好那拉回來 韓國瑜的個人魅力 還有他的口才 支持我的都社會縣總大 女生都跟著一起 第二天早上都是這個報導 那我請問 我請問今天沒有國民黨人在 那一天侯友宜有沒有在現場 有 有耶 那他講什麼 沒人知道啊 所以韓國瑜在幫侯友宜站台 你剛講的基本規音謬論 不是是他搶進版面以後 當然關注度還沒有到侯友宜身上啊 但是如果侯友宜跟韓國瑜 搭成一組以後 我就會有點幫忙 對你看歷史哥對不對 一休就點頭了 所以韓國瑜還是韓國瑜 那你說我剛講 那韓國瑜那麼強 為什麼不提韓國瑜 為什麼要提侯友宜 不一樣的 韓國瑜在論述上 在人和上 還有他關心弱勢 事實上苦人多上面 我是明顯看到他的優點的 但是他身為一個政治務跟一個參選人 他也有一個致命傷 就是他仇恩值太高 所以他的對手會非常努力的 想要去罵他敵偉他 然後不投票給他 投給他的對手 那侯友宜就沒有 就雖然他沒有很有魅力 但侯友宜也沒有很討人厭 只是講話比較boring而已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論事嘛 我們鄉民道學院就是這樣 有問我們就有答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再加上因為四年前 侯跟韓並沒有那麼match 韓粉們並不覺得 侯友宜是自己人啊 那沒有辦法一下子就轉回來了 雖然已經看到 韓國瑜去幫他站台了幾次 但不是就等同是這樣了 再者 那一群人支持韓國瑜的那些 申籃跟正籃局 這個義兄已經最清楚了 他們現在目前 他們眼睛所見的是郭台銘嘛 他們覺得說 我可以把票投給郭台銘啊 就算會輸又怎麼樣 對不對 我們對不對 這個 輸贏啊 無論如何 去不知 這是堅哥的話 他們就看到那邊去了 你剛剛分析這麼多 你說韓國瑜還是有他的人氣魅力 對啊 如果你支持柯韓沛嗎 柯韓沛那個基本上 現在目前看起來不可能 因為除非有全民調 但是全民調 侯韓沛反而有可能 那為什麼不現在 沒有 你聽我講 因為柯文哲原本是希望說 沒有 你可以問 但我要把他講清楚 免得大家誤會 原本柯文哲是希望說 我們要找個最強的 那他認為柯韓最強是因為 韓能抓到那個 有沒有 我剛剛講8%的 過台銘的支持度 但是現在此刻 今天11月2號 他的進度已經在於 侯柯朱都同意 如果願意比全民調 不是侯當總統 柯文哲副總統 就是柯文哲當總統 侯友宜副總統 沒有其他選項了 柯文哲也答應 我不會找別人當我的副總統 柯文哲也答應 我不會浪槓不當侯友宜的副總統 只要願意全民調 但問題是現在不願意比全民調 萬一未來幾天 侯友宜跟朱立倫 答應全民調以後 也只會是這兩個人 所以已經沒有柯韓了 這樣很清楚吧 但是你說侯韓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如果最後 柯文哲跟韓國瑜 終究沒有辦法合成一組 那就是分別選 那各自就要去找他的另一半 那以國民黨來講的話 盧秀燕 韓國瑜 柯智恩這幾個都是被點名的 柯智恩可能進部分區 盧秀燕要顧好台中巴巴市長 那看就是韓國瑜 那韓國瑜 那我們也不用逼他 因為他也未必會願意 他可能覺得說 我可以幫忙輔選 你看他副主席也沒有去當 所以這個話題 像我剛剛講的 時間還在進行 每週都有新話題 下個禮拜 鄉民大學問告訴你 好 太好了 所以鄉民大學問 能夠看到Freddy 也可以看到最新民調分析 好 今天好像唱了一場Rock 這個唱 那我們拜拜 你幫我們這個 先不要 因為美人姐今天難得 來上這個節目 好好讓他講一下 美人姐 你今天看我Freddy 還有鄉民大學問 有什麼話要跟我 跟節目說的 我必須想說 這個Freddy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 是 然後呢 但是呢 如果拿掉政治 因為在政治有一些不同的立場 那我們必須要尊重朋友 也不會去為難朋友 那麼把政治拿掉 朋友之間的 內在有一個看不見的 亮麗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裡面 我們是彼此祝福的 好 你看看 這是彼此祝福 你應該會祝福我吧 我當然祝福你 我也祝福佩依 這個 因為兩個都很強 美人姐是我心中 最好的那一位人選 佩依 是我黨一之下 最好的人選 好 謝謝大家今天參與 拜拜 幫我們宣傳一下我們的 YT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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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實沒有加入民進黨 我沒有加入嗎 沒有 你沒有 你其實是 難怪我說我不選了 歷史哥 我本來要認證了 你剛好去說過 我已經違背黨意 一般也不知道 你沒有違背黨意 心中好像就是從那邊去了 所以說我說要知道 還好歷史哥你有提心我 我黨是把他拿出來燒一燒 我沒有加入 我現在無黨集 你現在燒的黨戰 是那張舊的時代力量黨戰 這也是 時代力量 你看 從時代力量可以看得出來 小黨總有一天 會被消滅了 所以說 柯文哲 你這次沒有選上 你就沒有啦 YA 好 謝謝大家參與 拜拜 幫我們宣傳一下 我們的YT頻道 鄉民大學問一下 我自己的YT頻道 每週五晚上七點 我們也會有字幕版的產出 所以大家要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通知喔 好 謝謝 YA 謝謝大家收看鄉民大學 也謝謝美人姐 來到我們節目 我們NOW NEWS 鄉民大學問我們下個禮拜 見 YA